基隆的富贵市场被政府鉴定是海鲨屋 在9月1号就必须要被迫要关闭了 里头的摊商被政府安排 要到其他工友市场要继续经营 但是其实他们是蛮反弹的 认为说市府应该要给予这配套措施 还有给他们一个缓冲旗 天花板挂着裸露钢筋 地面上也布满掉落的水泥 这座气质的黎明会堂 就在基隆富贵市场的楼上 虽然多年前已经废弃 但一楼的市场摊商仍持续营业 现前就有水泥块意外掉落 卖菜民众进进出出 却没发现可能身处违宪 如今市府将它鉴定为海沙屋 9月1号就得封楼 我们这些身材器就要往哪边割 当初也都是钱买的 而且我们当初是房子给它盖 我们跟其他摊位不一样 消息一处52间摊商急着反弹 因为落地生根卖了三四十年 附近居民都是熟客 如今政府规划 要他们到其他工友市场 另起卤灶 疫情后生意才刚回稳 现今又得封楼搬家 当地离账也希望计划能有缓冲期 只是摊商抱怨声连连是否除了安排闲置摊位 也透过减租展现诚意 那么在摊租的部分 我们也有二到四个月的一个前面 四十年工友市场 如今出现安全预律 摊商配套该怎么解 还有待考验政府智慧 记者黄一杰操天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